这一讲我们继续介绍奥古斯图时代 我们先把目光移出罗马 位于罗马南方的纳布勒斯湾风光秀丽 由于附近火山众多 所以这一带地勒温泉十分丰富 尤其是拜亚一带 是罗马贵族最喜欢的度假圣地 这是拜亚的复原图 这是现状 可以看到有三座大型穹顶遗址 这些全都是作为公共寓场使用 位于中间的保存最完好的所谓墨丘利神庙 修建于奥古斯图时代 是现存最古老的 采用混凝土穹顶覆盖的大型公共寓场建筑 穹顶直径21米 其内部壮观的空间效果 启发了上一讲介绍的 罗马城内的阿格里帕大寓场 以及其后一系列著名寓场的建造 这是晚一些时间建造的所谓戴安娜神庙 实际上也是一座公共渔场建筑 规模更大 但一部分垮塌 为了方便来自罗马和纳布勒斯 两个方向的次男运输和人员货物往来 阿格里帕在海湾北面的三梁下 指挥修建了三柱公路隧道 其中最长的一条长达970米 另外两条的长度 也分别达到780米和711米 隧道内部的宽度 都是按照罗马大道的标准 在4.5米以上 高度4.5到8米 可以并排通行两辆载货马车 这是其中最长的一条 以工程师的名字命名为 科齐乌斯隧道 从海滨平原 穿越火山湖外围的环形山 前往拜扬 从地形来看 这座山并不高耸 只是在火山口一侧较为陡峭 因为罗马的货物和人员运输 主要是通过马车 所以才有必要修建笔直的隧道 以方便车辆行驶 因为隧道外 由火山口所形成的湖泊 总是散发出硫磺的恶臭 在拉格里帕同一时代的诗人 维基尔创作的《埃尼阿斯记》中 就把罗马时代有名的女巫库米 她的居所安置在这里 这是米开朗基罗 在罗马新世廷礼拜堂天顶画中 表现的库米形象 在另一位同时代的大诗人 奥维德的《变形记》中 阿波罗爱上了库米 给了他遇见未来的能力 并且遇见他长生不死 但是库米却忘了 而在《埃尼阿斯记》中 这位女巫曾经引导埃尼阿斯 从这座被维基尔称为 地狱路口的隧道口游历地狱 确实将近一千米的长度 在那个时代 足可以触摸到地狱的大门 这是隧道内景 为了方便施工 同时也可以给隧道 提供照明和通风透气 还专门开挖了六道垂直的竖井 这是另外两条隧道 这三条可以通车的隧道 充分表现出罗马时代 杰出的工程技术水平 和他们征服自然世界的坚定决心 位于法国南部的尼姆 是罗马帝国在高度的主要城市之一 位于尼姆城郊的 举世文明的加德水稻桥 是由阿格里帕 于公元前19年主持修建的 尼姆苏水稻一段 这条全长大约50公里的输水道 从全远到尼姆城 总共只有17米落差 由于古代社会 并没有我们今天的各种电力奔战 要想让水能够从水源地 顺利地流到50公里以外的城里面 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是要让两者间始终保持水位落差 因此水道的坡度 就必须始终保持在千分之0.34左右 而且沿途还要翻山越岭 开路建桥 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减少工程量 罗马人在选择输水道路线的时候 会竟然依靠山坡之类的自然地形 以保持标高 很少会走直线 所以才会出现这张途中 这样蜿蜒曲折的线路 要是遇到难以遭过的商量 他们会挖掘隧道与穿越 我刚才介绍的 纳波勒斯的那条970米长的隧道 是最长的公路隧道 罗马人为引水而开着的隧道 最长的竟然有94公里长 我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这个技术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 而如果是遇到河流或者地势低洼的地方 那就要架桥了 在陡峭的加德河谷 书水道用三层连续拱圈跨越下过两岸 其顶部全长275米 最大拱圈跨度为24.5米 最高处距离水面约50米 据估算 当时每天约有2.2万吨的水 要从这里流入名模 数百年间 竟在水道里积累下厚达40厘米的水垢 古罗马学者老普利尼 把水稻桥看作为罗马最伟大的成就 他说 如果你注意那些巧妙的导陆城市 供民众使用的输水道 如果你观察那些 必须要保持的适当乐差 那些必须要穿透的山崖 必须要填平的挖空 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上天赐予人士者无他 唯有神其二指 这是古色古巷的尼姆成 在老城西面 保存有一座十分完好的罗马神庙 梅宋卡瑞神庙 不过他原本并不是像现在这样 立在广场的正中央 而是位于一座四周助澜环绕的长方性广场的近端 这座神庙建造于公元前15年 当时被奉献给阿格里帕与尤利亚的儿子 盖乌斯与鲁基乌斯 两位年轻人被外祖父当作接班人而着力培养 在这座神庙建成1800年后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培逊 成为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任驻法国大使 在考察了尼姆神庙之后 他回到新生的美国 以这座神庙为样板 设计了弗吉利亚州议会大厦 他称之为第一座为人民主权而设计的神庙 以后成为美国各州议会大厦的样板 在尼姆城南 还有一座引人注目的角斗场 角斗比赛是罗马人最喜爱的公共娱乐项目之一 它最早可能起源于伊特鲁利亚南的一种战礼仪式 在英雄的战礼上 用模拟英雄生前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 来向死者致敬 这项仪式后来逐渐发生变化 到帝国时代 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公众娱乐活动 角斗不仅在角斗室之间进行 有时也在人与凶猛的野兽之间展开 为观看这种活动而建造的角斗场 看上去就像是用两个半圆形剧场合并在一起形成的 所以它的正式名称就叫做圆形剧场 这座尼姆角斗场建造于公元一世纪 平面层完美的椭圆形 长轴133米 短轴101米 内部有34排座位 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 今天角斗室之间真刀真枪的搏斗 你已经不可能见到 但斗牛比赛仍然在这里年复一年的举行 成为当地最富特色的民俗活动 与尼姆相距不远的奥兰日 是公元前35年 由罗马军团退伍军人建立的殖民城市 位于城中的剧场保存较为完好 它的半圆形观众席 一半利用山坡 另一半则用拱券架起 直径104米 可以容纳大约7000名观众 它的舞台十分宽大 面宽62米 近身14米 从1869年起 每年夏季 这里都会举办艺术节活动 使这座2000多岁高龄的剧场 继续起本来的作用 这是建造于奥兰日城北的凯旋门 建于奥古斯都的接班人 提比略时代 是现存最早的三拱洞凯旋门 凯旋门是国罗马特有的一种纪念性建筑 通常建造在军队凯旋的大道上 以提高统军作战的将领威望 这座凯旋门 就是献给提比略的养子 热曼尼库斯的 以纪念他远征热曼南的胜利 这座凯旋门的侧面构图很有意思 什么要是立面 中央开间横梁被切断 开了个拱洞 这种做法 在1000多年后的文艺复兴时代 曾给阿尔伯地很大启发 西班牙城市梅里达 是公元前25年 由阿格里帕指导建造的殖民城市 用来安置驻守西班牙的 罗马军团退伍老兵 城市原名为埃美里达奥古斯塔 意思就是奥古斯都的农裕老兵 这座城市如今仍然保留有 众多罗马时代的遗物 包括两条高架输水道 一座大型赛车场 大型角斗场和大型巨场 以及一座全长793米 迄今仍在使用的大桥 这是位于城市东侧的疏水道遗址 它的水源地 是一座距离城市5公里的水库 罗马时代修建的重力水坝 现在还完好的保留着 并且继续发挥水坝的作用 这是位于城东的巨场 和角斗场遗址 这是角斗场 估计可以容纳大约15000名观众 这是巨场 可以容纳6000名观众 位于城西的大桥 中央原本有一座 人工加工的岛屿 16世纪的时候 该岛被洪水冲毁 后来补建了一段桥梁 将两端的罗马拱桥联络起来 这是现状 我们再把目光移向地中海南岸 来看看加泰基 这座非洲历史的名城 根据传说 加泰基是由菲尼基公主狄狄多 为了躲避国王哥哥的追杀 和带领随从逃亡到北非 并创建 后来艾利尔斯在逃离特洛伊后 也长长来到这里 与狄多公主相识相爱 一段时间之后 艾利尔斯想起了 神所赋予他的 创建罗马的使命 于是不得不抛弃狄多 独自前往意大利 伤心自己的狄多 对于罗马发出了诅咒 然后悲愤自杀 加泰基在以后的岁月里 迅速发展壮大 成为西部地中海的海上霸主 公元前三世纪 罗马崛起后 两大强国不可避免的 发生了激烈冲突 经过三次惨烈的战争 罗马于公元前146年 获得最后顺利 为了防止加泰基 卷土重来 罗马元老院下令 彻底移平这座城市 永远不许再进 但是没过多久 由于罗马共和国 自身贫富不均 导致社会动荡 罗马人又开始计划 重建加泰基 以去解决罗马农民的 失地问题 并且促进罗马的商业发展 但是这个计划 直到凯萨时代 才得以推进 并在奥古斯图时代 最终得以实现 这座重生的城市 有着非洲罗马的美称 它拥有仅次于罗马的 帝国最大的广场 帝国第二大的赛车场 以及规模宏大的 角斗场 剧场 公公寓场等 还有一条132公里长的 最高处有33米高的输水道 在基督教时代到来后 这座城市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部拉丁文本的圣经 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德尔图梁 西普里昂和奥古斯丁 等许多早期基督教 有名的神学家 都曾经在这里学习生活 公元647年 阿拉伯军队占领加太基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放弃了这座 已经成为基督教堡垒的城市 而在附近另建 突尼斯城取而代之 加太基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再来看亚洲 位于今天黎巴嫩境内的巴尔贝克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奥古斯图时代 这里成为罗马东方防线的重要基地 许多罗马退伍军人定居于此 大约在公元14年左右 奥古斯图开始在这里 修建一座规模巨大的 朱比特神庙 这座神庙采用 克林斯柱式 长87.7米 宽47.7米 平面为10×19柱布局 它的基台高达13.5米 前面有很长的大台阶 气势极为雄伟 由于后世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 现仅存侧面6柱 其柱高20米 直径2.2米 是古罗马建造的最大的援助之一 这座神庙的基座 都是由大块石头砌成 其中最大的三块巨石 各重约800吨 在附近的彩石场里 还保存着三块更大的巨石 原本也是准备用于 建造这座神庙的基座 其中最重的一块 竟然达到1600吨 这很可能是古人 曾经动过念头 要搬运的最大的石头了 在这座大神庙旁边 公元150年左右 当地人又修建了一座 献给九神巴库斯的神庙 它的规模较小一些 但保存较为完好 柱栏也是克林斯式的 内力面变化十分丰富 雕刻装饰甚为华丽 在他们附近 还有一座建造于 公元三世纪的维纳斯神庙 它的形态十分别致 前方后圆 在前柱栏的后方 是一个穹顶内垫 直径约9.75米 其外圆壁和基座 都被处理成反向的弯曲形态 在光照相呈现出丰富的表面效果 我们再回到罗马 早在与安东尼争夺 罗马世界主宰权的时候 奥古斯都就已经为自己 和家族成员建好了林木 当时安东尼爱上了埃及 艳后克里奥·帕特纳七世 准备要把自己与之一同站在埃及 这背离了罗马人的传统 罗马民众对此十分怨恶 为了表示自己 与安东尼截然不同 奥古斯都特意将林木 建造在罗马的战神广场附近 并且选择王政时代 伊特鲁尼亚原台林木的式样 借以宣示 他才是正宗的 罗马传统的继承者 这是一座 罗马之前从未见过的 微微壮观的林木建筑 它的直径约有87米 高度成达44.5米 与伊特鲁尼亚的传统一样 这座林木里埋葬的 不是只有奥古斯都一个人 它的整个家族成员 以及其后尤里乌斯 克劳迪乌斯王朝的 各位皇族成员 全都站在这里 这是其现状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 享年76岁 临终前 他对朋友们说 既然我已经出色的 扮演了我的角色 你们就鼓掌吧 让掌声伴送我 退出舞台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给大家介绍 奥古斯都的继承人 再来